桃園市龟山区发生了一起掳人丢包事件 一名林姓景专生到新北市永和找一名女子进行性交易 却趁着女子洗澡的时候把她的钱给偷走 被发现之后这名景专生遭一群黑衣人掳到了桃園龟山殴打丢包 最后自行打电话求救 警方获报分别在新北各地带回了蔡姓主贤在内等7人要厘清案情 只见男子一路拔腿狂奔 仔细一看甚至连鞋子都没穿两手抱着衣服藏皇落跑 而后方紧追的是一群黑衣男 到底发生什么事才引起这场多人追逐战 被多名黑衣男追着跑的是一名19岁的林姓景专生 他日前在网络上看到买春广告 17号凌晨一点到新北市永和区一出套房 与一名泰国籍女子进行性交易 事后他去趁女子去洗澡时投走4300元的性交易费用就落跑 不久后就被黑衣男卢走带到桃園龟山去围殴 接获报案称被害人于本侠有了路段 招募女男子护打并拘束人生存 经调查是因性交易纠纷所引起 灵性学生在凌晨4点多被释放 自行打电话向家人求助 据了解被掳走的期间 黑男还逼迫灵性男子拍摄道歉影片 要他对镜头说我抢妹妹的钱还打他 接着还说我CK他命是警专的 事后家属被要求支付7万2000人的处理费 但家人并没有支付 不过影片也被传到同期的警专群组 而灵性男子称自己是被逼迫的并没有吸毒 警专则回应了解事发经过后 若行为偏差将依校规处开除学籍 警方也寻现逮捕涉案灾性男子等7人 以妨害自由伤害等罪嫌移送法办 记者新北桃源综合报导